2020年8月14日 圣高比纪念弥撒赌经分享 耶稣说 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 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 马斗福音19章11节 分享 耶稣重点地说明婚姻盟约的核心是爱 因为爱就是一个盟约 甘心情愿并亲密地向对方敞开自己 没有隐藏什么 完全接纳对方和愿意与对方一起分享所有的一切 天主就是这样地爱人 且义无反顾 他主动向人立下盟约 永恒中信地去爱人 耶稣也提醒说 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这道理 其实整本圣经就是天主向人表明他如何信守盟约 对人永恒的爱 祈求天主赏我们恩赐去明白天主爱我们的真理 马斗福音19章3-12节 伊萨艺亚先知体验到天主无限的爱 赞美他说 天主是我的救援 我依靠他绝不畏惧 因为上主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歌颂 他却是我的救援 同样 厄泽克尔先知也目睹天主如何在以色列明背弃了天主的盟约后 天主仍没有舍弃人 反而与人重定盟约 期待他们悔改和认知天主的爱 以爱完爆他的爱 厄泽克尔先知书十六章五十九至六十三节 天父 你曾使殉道者胜高比一生充满拯救人灵的热忱和对人的爱心 求你使我们效法他 为光荣你的圣名而勇于牺牲自己 服务人群 好能消失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罗碧晨 暗小字符 伦冷山 佛碧晨 工人群 柜田 Hall 炽克尔先知书 illy认可 炽克尔先知书的气口 权较和警察 炽克尔先知书的高中 炽克尔先知书的エク访 炽克尔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